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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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宗盛老師 這一章節所教的兩核心法 它的基本一套點 是我們心中是種 分身畢護理 擁有愛與感恩的重要觀念 當這個觀念無時無刻牢牢地 落益在自己的心中和思維邏輯 我們這兩核心法 就更隱瞞地真實這些心法 都出現了 衝衝實實地走過 走過得人的一生 而且從中得到的豐富成就 是無法用三言兩語來描述的 聰明的人絕對會善加利用 讓自己自然借得虛大力量 並讓自己在浩瀚宇宙中 吃半功倍以達到自己的成就 和人生目標 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 心中絕對要有愛與感恩 才可以使這個方法達到功效 如果沒有愛與感恩 這兩項中標的前提 這個方法不但不會讓你得到 任何收穫 而且有可能在陽光動的和熱情的 加起過程中 因為會去找到愛與感恩 這兩項的潤滑劑 讓自己受到了莫名的傷害 千萬不可不小心 來 病痛是深吸品出的雨 投射在身體上 所產生的結果 解決病痛的根本之道 必須從深吸品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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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好 感恩大家好 那美女你要不要幫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這位超麻嘉人大家好 還有太陽性的老師好 我是羅大姐 我叫美女 很高興今天來這邊 跟大家請ug正謝謝 然後我想要請您分享 那個媽媽她很神奇 她第一次來也就是 她按頭給我特別注意到 第二次來她就開始很開心 然後後來就看她越來越亮 然後越來越伐喜 我想要請問妳 媽媽來了這段時間 她在家有什麼改變 然後她連女兒還後會自己去發生 我也藏給她的 而且她比較 然後她的用日學籍越來越來越 妳怎麼沒有偷拍 我跟妳講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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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啦 這邊的心情我們也都很好了 那我之前這麼有福祉 我跟妳講話說 對 這我是沒有跟妳講的 別一個人 最近很多人都跟妳講 可以這麼好看 對啊 越來越年輕 然後就覺得好喜樂喔 然後有一次我就問她 她就說 她來到這裡 她就好快樂耶 然後就她 這是若娃姐姐的 若娃姐姐還有 跟她通過人 她是職業的 職業的職業 喔 我也幫妳職業來了喔 職業的 對 妳要看看嗎 她是我的職業 這個職業 好感恩她喔 好感恩她喔 我也感恩妳幫我帶美女來 謝謝 謝謝 好棒喔妳講 好感恩她 她剛剛是在職業的 她人馬上就發現了 真的 真是開心 然後再來 我們突然想到 8月26日她有吃麵包 有喔 我們區域有吃麵包喔 而且這是我們蘇芋啊 我們蘇芋啊 她就說她一輩子沒有投資過 突然怎麼賺大錢啊 她就跟我說 我想要請大家吃麵包 我說好 來來來來 分享一下說妳怎麼賺大錢的 來 老師 請求妳幹嘛家人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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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沒有賺過錢 同志從來沒有賺過錢 我只碰到她院前 怎麼老是在賺錢呢 我看她會眼紅欸 我也試試看 欸 我真的想不到欸 其實在探長啊 喔 真的超級好 還有最近分享最近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昨天去那個 做個賣 那個檢查 檢查 檢查 我檢查一個禮拜之前 我們公司有檢查一個員工檢查 我就體檢啦 可是覺得還蠻不錯的會 醫生就告訴我說 你的裡面的內障都OK 可是有個地方比較不好 我心裡想 哎呦 怎麼可能 也不是很OK 然後我姐在介紹 妳到檢查那個重力 要進去之前 我們就要鮮養那個 拜訪 我當心的就覺得 我怕有問題 我對 剛剛體驗在養的時候是正常 然後我心裡就開始 欸 問一下妳的問題 我是不會害怕 我心裡就開始這樣 可是那個 那個一直不要不要不要 通常是正常 為什麼一直不要不要 我把膠袋上面 把那個 大概兩把膠袋 兩把膠袋 後面等一下人都養不大 把膠袋寫在機裡 把好壞掉 我本來是拿出膠袋給醫生 可是我嚇死了 不能這樣用壞掉 後面人都不能量 所以下次再 那臉的時候 就會不要吃 人是魚 我是密槍的 一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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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怕 我心裡就變了 我心裡就變了 我以為是會變了 為什麼會是往上不要 我嚇死了 好 謝謝 謝謝 對 我愛 我一把咱們跟我講 他昨天反教到學 他竟然烏壞了 她真的 他真的時休時煉 來來來來 再來分享一下 你的夫妻相處之下 來 夫妻 剛才是 好的 或是給我吃肉丸 而且他有沒有聽得到我吵 我真的是看到自己 其實也不能一直 你沒有人怪物叫對方 因為你沒有看到自己 我們脖子很大的時候 真的是 我當初我也認為說 我老公欠人幫我做我的錢 我一直幫忙我幫忙忙 這樣跟你說他應該會不這樣聽我的話 可是突然 他沒有辦法大聲 人家比我年輕啊 我大三幾歲 可是我心裡想好沒關係啊 我有兩家可憐 誰怕誰 可是這樣也不對啊 把我們的父親搞得更解剖 問題就出在這邊 是因為我們 把跟我說我自己就是那麼厲害 這麼會把這家裡的經濟搞得這麼好 把那個錢 把他的錢 把老公的錢 把那個公公的錢 還有他 他妹妹說欠人家的 我們也一起幫忙還 這樣你看他們家一定很感動 可是不是這樣 他不是這樣 因為那個那時候把我們的脖子很大 我這很大的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點就會影響到我夫妻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沒有看到這一點 因為我進入他們說 哎呀我本來我跟他也是這麼多 留在說 講話那麼 怎麼講 我很大 把他背包給嚇好了 他去客人家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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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我嚇到那麼瘦 他本來沒那麼瘦啦 真的這本來也是沒那麼瘦 所以這也是我自己要尷尬 所以這也是我自己要尷尬 跟大家掌聲來這邊 現在怎樣變瘦了嗎 現在怎樣變瘦了 等一下就先抱抱他一下 你家的小朋友 你要抱他一下 對先抱抱他一下 有沒有那個心其實 其實你訓練久了 真的還是會啦 其實我們也是 跟我們是心不開心不願的 其實 對啊 哪有可能會 你還是慢慢學習啦 就是久了 那個人那個感覺久了 真的是 你抱久你知道 那個人感覺會出來 你夫妻並不是 就像若瑪講的 他曾相見只有夫妻 其實 仇也是最誇話 愛也是最誇話 所以你要用那個 那種感覺 你那種感覺一出來 那真的是你馬上 他原本也是 我的個人也沒什麼要做 我還是 那種感覺 你那種感覺一出來 你這樣子 半推到半舊 真的是這樣 他本來都太想做 半推半舊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和娘家 然後跟我 他很喜歡跟我 他有一點好處 他有一點好處 讓我覺得滿欣賞 但非常相關不明 我這是他的爸爸媽媽 連我的爸爸媽媽 他也非常相關 因為我有什麼事情 都會跟我爸爸媽媽媽講 我回去 我爸爸媽媽媽不是怕他 是抱我 這真的啊 我冒中 哎呦 都在這兒子媽媽媽媽 沒有那個屁 親家被罵人家會這樣 我媽媽都會這樣罵我 沒有 所以我自己也看到我自己 說 女人自己要學溫柔 因為我都不懂 因為我老公到現在 都叫我那個擦杯 真的我會騙你啊 因為我不懂 什麼叫溫柔 可是我慢慢看到 哎我那是 這什麼事情 一定要親身去 可是會讓我希望 什麼什麼什麼 那麼大聲什麼理你啊 連小朋友都不理你 有況是你的老公 所以我懂 我看到這一點 我慢慢把自己的 那些不好的行為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爸媽 因為我會想到是 我爸我們家的小朋友 我們小朋友就 本來還生氣 他就不生氣 就死在老公的身上 我說用這種方法 然後慢慢的 真的是因為 夫妻會慢慢的來 然後就像他 我們爸爸媽媽 會跟他講說 哎呀 要一個家庭沒有那麼容易 要兩個夫妻一直同心去賺錢 他才會慢慢的 他自己的修正 我自己 因為我開始我自己修正的比較大 我自己的那個脾氣啊 修小一點 腳帶在小 可是現在可能還在磨練當中 還在修當中 那真的是讓你 那我自己改變真的不少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大家試試看吧 他真的很認真耶 常常心中他需要支援 他會去幫忙發書 幫忙去做很多事情 然後他真的很棒 然後他也是非常的珍惜 一直非常的努力 在做那個推薦新朋友 這是他的目標100位 而且已經卯足了全力 正在努力當中 那再來我要請我們這個 桃園來的貴賓 以前是我們家人 現在變貴賓 我們的翔翰大哥 然後自從去上班以後 我們就特別的想他 很開心他今天又來看看我們 來 桃老師 感恩天地 那所有的如桌經費的家人 大家好 好 不好意思 我沒有那麼久 事實上是八月請假的一個月 在今天 那很感恩天地 因為重新上班以後 一切都如我原本的想法 因為之前上班工作以後 因為之前按照的三百多月 主乎現在是只有七十八月 而且之前上班的時段 就比較固定好像 那因為跟天地有幫忙 所以我現在的上班時段很自由 就是每個月可以自己排 上早班的三下午班 那假期也可以自己排 所以一切都很一定 那今天在車上還跟每次誰聊說 好 頭下一個禮拜 我應該就可以鼓高 願意再次來參加更成 那禮拜二還缺 那 謝謝 因為如宗旅書會 就像昨天網路共生 我們老師提到 目前我們台灣是 如宗旅書會的主席 所以我一定要來衝這個人 那 因為在如宗旅書會 也是真的學到很多 都有家人 都有照顧很多 那他們一切都是 天地給我們的 還有老師給我們的 對 我現在很怕講 因為上次 在桃園商課講話 這對方的老師 那我還是要說 因為超可貝很多 就像我在上次 上次我在桃園徵獎獎 就是 可貝是自己最近才發現 我的耳鳴是當兵的時候 因為在顧兵的那個 兵器人 它是打的 叫做那個重 當下因為 笨笨的不知道 站在套房邊 一打下去那個後座陣 讓我的聲音 我耳朵 差不多一個月聽不到的聲音 都用筆的東西 從那個時候 我就耳鳴 常態性的耳鳴 那在當兵的時候 也是檢查 它是說耳鳴 內耳鳴破掉 所以就會單邊耳鳴 應該是從 把19歲當兵一直推到 去前年吧 我來到耳鳴的那樣子 十幾個沒有聲音 常態性的 可是到今年 最近我就發現 我那個耳鳴的聲音 不見了 之前是有 但 超麻接觸 半點給我看 可是沒有那麼明確 對 應該說沒有如瓦石修的時候 那個聲音會滑出來 那最近比較好的 是最近完全都沒有那樣聲音 所以在上次的 好眼睛會分享的時候 老師就有聽到這個 所以說 我們在所有的網路共學 是我們也滿幾乎可以分享 老師真的都 跟我們同時在共振 所以 簡單講 我來超麻 我收穫非常多 很多 老師給我 天氣給我 真的很多 你要講的話 應該講不完 從家庭 從小朋友 從我自己的工作 甚至我自己的身體狀況 所以 接受電力給我很多的助力 所以 我只 跟我們所有的家人講 進來超麻 就是做就對了 真的 就是 其他不要去想 我們做多少 電力會給我們更多 也不要去去叫說 我今天做了 沒有什麼結果 最近 我已經比較很電性的 每天都做輕話 我真是可以做兩三個小學 所以 這樣子我覺得 只要有去做的話 一定會給我們 比較好的交代 至於什麼交代 每個人 所缺的不同 那 我感恩大家 感恩 謝謝 祝大家一行 謝謝 那個麥克風 很感恩想要大哥 我們剛剛有沒有聽到 很開心的事 他以後休假休禮拜幾 十十 我都聽到這個重點 好開心 那他以後就可以幫我們 來用什麼直播 什麼的 那實在太棒了 然後 很開心 我今天看到那個麗菁 他今天剛好又有通過來 他大概兩三個月前 他就約我 然後他就告訴我 他當下有兩個問題非常的 很困擾他 一個就是他們那個家產的問題 一個就是他投資房子一直 沒有辦法賣出去的問題 雖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幾乎應該是都完成了 那我們請那個麗菁來幫我們分享 其實那個家產 昨天我們來聽到台中有一個家人說 很多人都因為家產去鬧官司 一鬧都鬧好幾年 那很可怕 而且鬧官司這些人 都是我們最親近的親朋好友 對不對 因為什麼 一個共業嘛 家產就是這些兄弟姐妹之類的 然後只要一鬧了就是這樣沒辦法 而且丟感情都是壞掉的 那我們請那個麗菁 然後對他來怎麼實習又實練 改變了他這個人生的這個困擾 來 感恩 也就天地 感恩老師 感恩昌馬大人 今天能夠讓我們在這裡分享 其實像我們家 其實說真的那個家產真的是很少啊 就是離間房子 然後一點錢一點金錢這樣子而已 這個我們當初也不認為 這會困擾我們兄弟姐妹的 因為我們兄弟姐妹其實之前都 大家都很好 大家只要是說 爸爸媽媽生病要出錢 大概一定二話不說 要多少大家都會出 就是很公平公開的感覺 可是不知道這一次就是媽媽住院之後 往生了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姐姐就忽然就是很 不知道在執著什麼 堅持什麼 就是變成她說的就算了 對 也不跟我們大家去討論說 要怎麼處理 那問題是 因為我們家有五個兄弟姐妹 那等於說有兩個 他們就是站一邊 那我們三個就站一邊 那我們三個就覺得 欸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不是就是很清楚就吃五塊 大家也五塊 就各自拿走就好了嗎 因為之前出錢也是分五份 大家 你那一份要多少就處多少 我們都會這樣子的認為 結果這一次大姐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大家又覺得很傻眼 然後就變成說那房子要賣 那錢我大姐就說 那因為房子還有一點貸款 剛好那一筆錢可以付貸款就輕了 可是大姐堅持說 我這個錢就留著 也不要去團貸款了 然後這房子就給二姐住了 就直接這樣講 那我們其他三個人就覺得 嗯 可是當初開會 不是就有講說要賣嗎 那大家就是要浮燈嗎 那怎麼突然大姐就這麼堅持 好 那這種情況之下咧 就變成說三姐就很生氣 欸 怎麼可以這麼小人說話不算話 好 那錢大姐堅持不拿出來還貸款 然後金子就在大姐的保險箱裡頭 她也不願意拿出來 她說怎麼可以這樣子變害父母親的遺產 這不可以的 然後她就 欸 當下大家就覺得很錯了 那這個那到底要怎麼處理 照理說本來這個遺產 既然是遺產就是要拿出來處理掉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房子是不是大家決定你們要賣 那就賣 結果後來大姐就說好啊 賣啊 就派了一個很高的天價 就說好 那你去處理 就說叫我去處理 我就說喔 好 那我去找中間公司啊 那時候二姐還住在裡頭 然後找中間公司 結果咧 中間公司 就是那個房子舊了嘛 一定要粉刷清理一下 既然你的價錢要賣到這麼高 那是不是應該要重新粉刷一下 那房子看起來更亮 價錢才會好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在群組上寫說 那中間就是建議我們把那個房子清空 然後粉刷一下 好 一個逗點就是那一句已經傳上去了 結果下面我又再補了 那請問二姐什麼時候要搬出來 我們好粉刷房子 欸 這個時候大姐就發飆了 你是在趕盡殺絕嗎 怎麼可以這樣子說 就要把二姐請出去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這怎麼一回事 我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她會這樣子的反應 結果三姐 三姐跟大哥 我們就是覺得說 行金多少我們就賣多少嘛 那二姐搬出去也是合情合理的啊 那可是大姐就堅持就是咬著我說 我沒有禮貌 我要公開跟二姐道歉 那我也覺得那道歉好吧 那我就心心想說那我要道歉什麼啊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說 我要怎麼道歉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煩惱 就找若華姐講說 唉呀這種問題真難處理啊 那個時候就真的是 就是一股腦的就覺得很生氣很憤怒 就是覺得他們如意取鬧就對了 然後可是就是羅阿姨就告訴我 反正你就是實修實練 然後每天做心法這樣子就對了 那我也是去發書 唉發了一陣子之後 而我就想到了一個辦法 那我就想好啊 那如果反正大姐姐還要那麼高的價錢 那沒關係我退一步 我的部分我補給你 你不足的部分我補給你 好我就想說 那我就跟我三姐講 我三姐就更生氣 為什麼你要補給她 這種小人的行為是絕對不可以 這樣子她說什麼 你就完全複合著她 這樣子她會更猖狂 所以我三姐就決定說 你這樣子做的話 我絕對不先禮 唉我要補錢如果大姐我三姐不同意喔 所以她說你如果要這樣做我不先禮 啊那完蛋了 那這樣不是就卡死了嗎 對這是我想到有個退步的方法 然後後來就心裡就想說 好吧那就先把這件事情割得 好繼續做心法繼續發書好了 唉就這樣子過程當中 唉不到一個月吧 其實時間還蠻快的 那個時候呢 也是剛剛好有買主出現了 然後買主出現開的價錢 當然是低於我大姐開的價錢很多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那還是要談一下嘛 我就撥在群組上面跟她講說 人家買主出多少錢 那大家意願怎麼樣 唉那有三票都同意 OK 沒問題 唉但是就是那兩票一個 我要十拿多少 就直接講出來了 她要十拿多少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心裡想說 唉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了 那這樣子也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打話狗三姐講說 那這樣子要怎麼處理啊 你看她們現在又這麼堅持 況且說實在現在的景氣啊 有這個行情其實我們都能接受對不對 那我三姐說 對啊 那他們要這麼多 那也沒辦法 總不能讓你虧這麼多吧 她就說 我三姐這樣跟我講 總不能讓你虧這麼多吧 咦 我聽到她這樣講 覺得她有點心軟喔 我說 喔 那沒關係啊 我虧那麼多沒關係啊 只要B1000贏的話 那也就OK了嘛 這件事情就圓滿啦 然後她就說 蛤 你確定你要虧這麼多嗎 我說要不然你也可以補一點給我 這個 既然我三姐說 好啊好啊 要不然我就補多少給你 唉這個事情是不是就這樣圓滿了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中間還沒有買主出現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本來是想說 要執行34條之一的那個法令 因為遺產分配不足的話 可以執行這些東西 那時候我們大家本來是這樣子想 要執行 可是還好 可能宇宙天地有告訴我們吧 然後又聽地址歸 說如果兄弟姊妹 如果有這種關係產生 其實對大家都不好 那其實真的心裡很不詳 可是真的沒辦法的話 就必須要這樣子 在這個時候 雖然三票通過 兩票不通過對不對 照理說我們會覺得 是可以執行對不對 其實不行 因為土地沒有超過 還好就差那麼一丁點 要不然我們就執行了 那也真的很感謝宇宙天地 在這個時候讓我三節點頭 所以真的大家我覺得 其實要講說是巧合也或許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 你真心有在實修實練的話 真的無形當中 當你自己的心情轉變的時候 很多的境也都開始轉變了 其實我覺得真的大家要好好加油 好好努力 但是我現在有個問題 因為前幾個禮拜不是下雨嗎 但我一直要去發書你知道嗎 可是就是因為下雨又不能去發書 然後我就會想說我要找小玉 他們就一起發書 只有小玉剛剛好這一陣都有事 結果你知道嗎 我今天剛好出到這張牌卡 我就覺得實在是太厲害了 他說從今天開始不要再有等待別人 助你一臂之力的觀念 唯有自己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 這一刻的你聽著我的話已經得到天主了 我心想怎麼這麼這麼的避害啊 所以大家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天都在看的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這位同學只要好 如說同學有沒有聽到 超過兩個月就是資深的好不好 就要不能帶新同學喔 那邊到 有 像我們早上那個 有一個相請幾個 六點耶 那六點群組說 那你捷運站發書 我真是不忍耐 到底有沒有去發 有喔 漂亮 有沒有很棒 來給他一個掌聲 難怪那群一早早來能量滿滿的 你看有沒有很認真 有 還不要在等待 現在那個三床的那個分享會 直接往他們那一群一個禮拜約三天 等一下放那個超級照片 超級 小片池你看就是這樣 大家一起發光發的一起發發發好不好 因為真的要趕快努力 那再來要請我們那個 那個阿信 特地邀請他來分享 那很棒喔 如桌的聽音會 大家好 好 老師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欸 有沒有 忽然間叫我齁 算了 不知道要講什麼 那其實 其實也算滿感恩的啦 因為有一陣子 國文其實有一陣子沒有來了 就是說禮拜四沒有空 所以沒有來啦 不是說離開啦 那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我改變了很多 那也接觸到很多 那想知道這種改變這種心情有時候真的是很難去跟你們分享我內心的一些改變 那我簡單的講 我簡單的講 我簡單的講 比方說我 其實我剛開始以前從 我大概接觸超馬快應該是快一年了啦 那我當初我進來超馬的時候其實是不太跟人家願意一直講話的啦 是安安靜靜來的 安安靜靜的走的 那今天真的很高興在這邊跟大家講我的改變 那我第一個改變就是說我跟我小孩子的之間的改變 那從前我的小孩是我講一句話 那他會揮我好幾句話 那讓我不知道怎麼去回應 那可是經由接觸超馬以後慢慢發現 其實我的小孩慢慢的怎麼越來越跟他溝通越來越容易 然後越來越親近 那聊到後面他還會跟我聊起超馬的事情 然後他會跟我一起我在做什麼 然後他會去了解說我在做什麼 然後像今年的8月20日 我們在台中有開老師的一些講課 課程 那不知道為什麼我以前我 因為我小孩他不會去 可是今年他跟我去了 去了一趟台中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在台中的這一段時間 這個課程這一天裡面其實我發現我當老師在做心法練習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其實不知道為什麼我很容易就是感受到那個心法的整個過程 那我在之前其實是好像感受到又好像沒有感受到那種摸不到邊際 可是那一天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我整個情境都是有進入到那個狀況 那其實講起來也滿慚愧的 就是我所謂的慚愧是其實我自己做的還是不是說很好 那要改進的真的很多很多 那像我有一些習性都會還會再犯 那再犯像比方說我有一次跟洛華聊天 然後我請教他 我跟他講說我因為怕經濟上的問題 然後我現在要怎麼做 然後我們那時候那一天 那一天我跟他跟洛華談談完的時候 那我們的結論是我要繼續從事我的工作 然後把剩餘的時間 然後來專心的專心的再抄馬這一塊影域 結果自己又煩惱過度 然後再去 我本來有工作 然後結果因為我早上沒有什麼時間 比較沒什麼時間 然後結果我又去找工作 然後去做工作 結果一做兩天 身體又 腳又受傷 不知道為什麼第三天的時候忽然就受傷 就是整個頭腳是抽搐的疼痛 那時候我就感覺是不是上天他 是不是宇宙上天他希望我要去實踐我跟洛華 我們那一天所談到的一些全心全意的去從事抄馬這一塊 而不要再三心惡意的就是改來改去 所以才給我一點點的一些懲罰 我是這麼覺得啦 我是這麼覺得 當下其實我還真的是滿感恩的 雖然我的腳很痛 可是我還是痛到睡不著了 可是我還是會聽我們的語音檔 然後做心房 不管痛得怎樣 不管做得怎麼樣 可是在這當中其實很發現奇怪的是 其實我整個的心是感恩的 然後是覺得說 其實這是宇宙上天給我一個磨練的機會 那這樣今天我再抽牌卡的時候 我抽到一個原來富有這一張的時候 他是說釐清盲點知道要做到 他的內容是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要在每一天的生活步驟中去理出頭緒 看到並找出自己的盲點 然後針對盲點對症下藥 要痛定失痛 徹底改變 千萬不可知道歸知道 我還是原來個我 那我覺得這一點就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答案 我其實自己真的是知道的 是清楚的 可是我真的是沒有痛定失痛 所以所以的話我一直在還是知道 就是剛才最後一句就是說知道還是知道 所以其實是沒用的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應該要再多多精進一些 這個是我要唱的這個部分 今天就很感謝洛華 很感謝大家 那我有這個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這一年來的一些些許的方便 謝謝 謝謝 阿姐好不好一點 阿姐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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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我哥 可是後來那一天呢 因為書不夠 所以我就只帶著一套的書 然後就給我哥 我就跟我哥講說 欸子哥 這個書不錯 那今天我們既然都已經圓滿處理完成 我覺得這個書對我幫助很大 那希望也能夠幫助 欸我哥看一看齁 他就這樣 欸也不錯 他就這樣跟我講話 喔好 我說喔你也覺得不錯齁 那如果你看一看 覺得不錯的念力 介紹給大姐看 二姐看 書拿給她的時候 心裡好高興喔 謝謝 好 你怎麼那麼知道 我就是要請她分享 等她分享完就再來請我們 那個對面來分享 來 那個瑞文來 好 那個感恩宇宙 感恩太陽光光 感恩導師 感恩超毛家人 大家好 我是瑞文 那個我 我已經是老生了 我算月份到現在算一算 我滿六個月了 然後我回顧這六個月啊 我覺得我驚喜有點 然後我現在就是有一個心情就是 應該是我要很 比較出自於 內心的那一種回饋才是 因為我之前收到這麼多禮物 像各位有時候已經聽到我 講很多的那個喜悅嘛 然後我那時候都只是想說 我有很多禁還沒過 啊所以呢我就是 好像是感覺 也不是非常的自動 去做那些功能 就感覺我是因為我有一些禁 我要把它先過關嘛 難怪人家說 休息有刺利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 我現在真的是領略到 因為我以前看那那句話我不懂 什麼叫刺利 什麼叫刺利 我現在知道了 那也知道說做工本是要出自內心 但是當我的基本的需求沒有被滿足的時候 你叫我說去祝福別人 去為別人好 老實講 我覺得 怎麼可能做得到 我自己都沒得吃了 我怎麼可能背給別人吃 這是我的感覺 那我之前 那個之前 我分享過的就是 我重關嘛 就是我文化的健康 從今年嘛 就是都很平順 本來那個 本來那個夏天市 那個心臟很耗發的時期 今年就這樣子順順的過了 我就很開心 就是沒有在我這樣 像去年這樣子 跑來跑去很忙碌 很耗損 然後再來就是 我的經濟 也不用我擔心 自然就會很巧妙的安排 讓我的那個收入就是有辦法過 所以我現在 我也不擔心我的經濟這個問題 我以前很擔心的 我每個月都 都覺得 哇 那下一次怎麼辦 然後會去擔心 然後擔心 我從進超馬 其實最大的收穫是我自己 從去解別人的進 就是我擔心的那些 娘家人的事情之後 解開之後 最後最大的回饋 其實我發現是我自己的 我為了解他們的事情 然後最後是我自己 腦袋有空了這樣子 然後 性情上就是 本來會有很多畏懼的 然後我就不畏懼 會擔心的 不擔心 我以前都不知道這些擔心啊 這些畏懼是不能量 那我現在都會去把它解掉 然後解掉自己能量 然後在商店搶之後 外境就四次就順利了 這是我這六個月來 很大的一個體會 那我外境的事情 我剛剛講到說 我媽媽的 就是平安健康嘛 然後經濟都過關嘛 我現在就是不會 就是外面花的那些錢 都不會花到我自己 本身的私房錢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我上次有分享我子女嘛 他就學習上是很障礙的 就是你讓他去便利商店找錢 他是不會十五歲了這樣子 太誇張 你可以知道那有多誇張 然後我們 我就是跟他講那個抄馬的概念 然後新法123 然後懺悔他有在做 就是他覺得哪邊 哪一點不滿意的 就去懺悔掉 然後念感人世紀 當作是做功德 這樣子把他懺悔掉 他就考上好的學校 然後後來我再去 他就考上好的學校 然後他現在就是 下禮拜一就要去那個仁德護專上學了 然後他有在念第十規 然後第十規已經讀第二輪了 那他的好運呢 也都持續 像上一週我們就知道說他 本來我們去仁德啊 去貼那個住宿啊 什麼之類的 好的 好的住 欸 他那個給新生的住宿啊 他有一個叫做A棟 A棟呢 就是我有去看 裡面都是那個木頭的 都有梅味 我是不建議我子女去住那一棟 但是那一棟比較便宜 而且是指定是要給一年幾個新生 然後比較好的啊 都給二年幾個 他們都請去了 然後其中有一棟新蓋的 新管 民格也有限 但是他要多五千 就是比較貴 然後變成說我填順序的時候 我就填 好吧 我子女的意思是說他要省錢 他就填那個比較不好的 那個那個新 那個舊管 B棟 然後B棟呢 我也想說 如果A棟沒有 你就填B棟 我也幫他填了 結果呢 上一週來的那個住宿透支啊 不是A棟也不是B棟 呵呵 是C棟 是那個舊管裡面 人人搶的那一棟 然後就很神奇啊 我們都沒有填 也沒有我們的份 結果我 我子女跟他的同班同學 兩個一起被分配到他 啊 我就覺得 啊 怎麼會這麼好呢 對啊 就是 就是會有很多生活上就是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啊 怎麼這個也不是 不是該我們的 因為新生有上前位 你知道嗎 竟然就這兩位分配到那個 舊管便宜又好的那一種 齁 就是再一次的驚喜就對了 那我自己的健康上呢 我一直都沒講 其實我健康上 我自己有感覺到 像我以前心臟會比較不好 然後會心悸 然後眼皮會跳 就是也有時候緊張或什麼 或是不自覺的 他自己就會跳 然後我做那個 太陽心法 我配合呼吸 有那個深層的呼吸 就是那個 有一種呼吸 就是他那個深層呼吸 是吸兩次 肚子吸兩次 然後再吸 七次短的那個 然後配那個 配合那個太陽心法 加持觀想 做一次而已 齁 那個跳就不跳 好 我覺得這個 老師的那個呼吸的那個心法 跟太陽心法 真的很有用 真的可以自定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 在跟我哥哥那方面 我有跟他做很多的懺悔 就解開我跟我哥哥關係不好 結果呢 我哥哥就幫我 把我們那個田的那個豪鉤 那個豪鉤的那個擋土牆那件事情 他就去申請 去申請那個 他要親自去找各個地主 然後呢 去申請 得到每個地主都同意 然後請佳公所呢 來 就是要來把他那個哈囉變成 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像 真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不到嘛 就會以為說 好像不存在 然後你也會半信半疑 然後難怪老師會把那個心法的第一步驟 就是燦本負能量 因為那個真的很重要 那我 我這六個月來 我的驚喜 應該是說 我很重視 懺悔跟做功德 因為我聽到老師裡面的書有一句話 他說 如果那個負能量要擋你要討報 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我就記住這句話 所以懺悔這件事情 我每天都在做 而且應該說時時刻刻 我只要 譬如說我現在起心動念 在路上看到一個東西 我起了一個不好的念頭 我當下就會立即去懺悔他 念念感恩式氣氣給他也好 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一次沒有解掉 下次我看到那個情境 我一樣會起不好的念頭 我就再擠一次 然後擠了多次之後 擠了一兩次之後 果然下次再遇到一樣的情境 就不會起那個念頭 所以我會覺得老師的那個懺悔的心法 真的很管用 以前我多年的習性 譬如說看到誰啊 就不開心 或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知道那個行為是不對的 可是要把自己糾正 糾正不回來 很難 你就是會一直有各種情緒 你很難糾正自己 譬如說悲觀 譬如說 突然的憂鬱不開心 或者是你遇到什麼事情 就是很尖銳等等 我現在了解說 原來那些習性 全部都是我的負能量 所以我只要感覺到是什麼 我就趕快把擠掉 好 對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剛剛半年前 下次他就找我 你知道他充滿著焦慮 真的 你看 就這樣子半年 他完全變了一個人 可是他非常認真 他居然在前兩生合約 發了兩千多分的千年資源 然後他焦慮是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最恐懼的事 就是他那個西徒的弟弟 他很怕他出來 因為他現在被關 然後他說他弟弟就是一顆不定期 現在他居然可以正心的去愛他弟弟 去感恩他 去祝福他 這個能量長有沒有天差地別 天堂跟地獄 我們再給他一個掌聲 你開心嗎 他每個禮拜四 就請家來幫我們分享 真是太開心了 好 那我要說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應該的啊 因為我收到的禮物是從這邊給的 因為我以前那時候 你說看書我能了解多少 我沒有了解多少 我是那時候因為我想要好 所以我那時候連續好像有五週或六週 我就是來這邊 固定來這邊 然後聽家人的分享 然後聽了回去就自己想 自己用詞適合自己的 就這樣子解開 所以我一切的來源 是這間教室給的 所以我就認為 我現在已經有些東西去解了 所以我有義務來這邊 分享給別人聽 是一種崩潰 要不要來分享一下你跟爸爸那個 那個 我覺得那個也很棒 可以去聊與很多人 有一次我們是在肯德基 然後聊著聊著 他居然痛哭欸 來 您分享一下你跟爸爸 那個應該很多人會有一個問題 嗯 對 像我對我爸爸 我會覺得自責 因為我那時候在 平常是我大姐在照顧 在台中榮種 六年前 然後我爸爸得到的是B&R 然後我爸爸就很辛苦 然後就生兩個 就是女兒孝順 兒子不孝順的那一種 啊他都被鼓逆啊 被兒子罵啊 什麼什麼的 就是這一種就是很悲慘 可是他一生很辛苦 他勿容 他很老實 他就是在田裡面還坐到倒下去 就是很認真的那一種父親 然後他是我 我大姐他在照顧 就是他在照顧 然後我禮拜五六日就罷我 回去南部 我去當替手 就罷我 那有一次我在顧的時候 那個清晨他就 嗆到 他就嗆到 然後就 就是醫生就緊急到病房 來做 插管 然後就送那個 加護病房去了 然後再也沒有出來 然後那個禮拜日的 那個早上是我顧的 那我就很自討說 我沒有把他照顧好 我應該有這種概念 譬如說他是在做化療的人 他這個地方可能會 因為做化療 鼻子部位嘛 和喉嚨可能都會受損到 在做化療過程會受損到 但我就是 嘗試知識不足 我不知道說他可能會嗆到 所以連喝口水都要怎麼樣的照顧 我就是 沒有想到這一些 所以我就很自責說 如果我當初我要是有那些嘗試知識的話 我應該可以避免他嗆到 他就不會插管 就不會就這樣子進去了 所以我都覺得很自責 然後然後我爸爸往生之後呢 我就是也念了好多經 念了好多那個人家說的各種 可以回下給他的那個 佛教的那個任何的那個功德給他 就是希望他可以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我爸爸太辛苦了 這一輩子 然後這麼多年過去 我只要想到 如果人家在講到那個家裡的老人家 住院啊什麼之類的 講到這一些東西 像那一天也是因為我一個同事 他要問若法 有關於他的母親的一些問題 是在問別人的問題 我剛好在旁邊的 我就想到我的父親這一段 想到我的父親這一段 然後我就就會 又不自主的又流淚了 因為我會覺得說我當初好像 好像有遺憾 就是沒有 把他照顧好 就讓他這樣回去了 我覺得很遺憾 那後來若法跟我講 他說遺憾是負能量 那我之前我從來沒想過 這是會 這會是負能量 然後我就 那個回去啊 他說那個遺憾呢 我這樣的一個心態啊 會讓我爸爸也 不好 對我也不好 所以那個爸爸回去 我就 針對我跟我爸爸這一塊的遺憾 我做很深層的 懺悔 然後在懺悔的過程 我就看到我爸爸 無限出來 在我的腦海裡 我爸爸 78歲往生 他是一個老老的 然後頭髮白白的 瘦瘦的樣子 可是那天呢 我看到我的父親呢 不一樣 竟然是很年輕的爸爸 滿頭黑髮 然後就在我的 就是腦袋裡面就會看到我爸爸的樣子 然後我就 就是在懺悔的過程 然後看到爸爸就跟我笑 就是他黑髮 然後很年輕的爸爸 他跟著我微笑 然後就 隨著我的懺悔的 就漸漸的結束 他就 漸漸的消失在那個 亮光 就越來越遠 漸情漸遠的消失在亮光裡面 好 那我就 放下了這顆心 就會覺得啊 我跟我爸爸之間的這個遺憾啊 好像感覺就是 變成一種祝福 一種喜悅 然後到現在不會想起來 我跟我爸爸的這一塊 我就不再會是 覺得哭哭啼啼的遺憾 對 謝謝 他整個人喔 完全變了一個人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肩膀啊 我現在講我們背了100斤啊 背了50斤啊 你現在背幾斤 已經不知道了 因為已經覺得很輕了 不要越來越輕 然後不要 飛飛飛飛飛到 停上去了 這就是我們在操嘛 我們的修行就是為了 讓我們這個肩膀 雖然我們看不到 但是一直都在 那你腳還覺得很重 你就要學習我們瑞文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親近 他要上班 然後非常 還要照顧娘家 還要 你看我們一路走來 都看到他的認真 他的努力 所以他們改變很大 天地的祝福 當你作音 你讓天地給你100斤 1000斤 然後我再來要介紹的這位 就是我的大貴人 當初啊 就是他送書給我的朋友 我給他送書給我 所以就知道他多麼資深 我這樣想要多麼 謝謝 好 各位吳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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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她的新台人生故事 好 掌聲派響 謝謝吳舟好姐 我叫梅姿姐好 然後各位吳舟的 這個超馬家人 大家好 好 昨天吳秀 聽的秀 天上的雲 那真的非常感恩 宇舟天秘 感恩看 學生的老師 感恩當初 天音我們的貴人 淑依姐 那真的是老師常常講 當你今天拿到 《超級聖明密碼》這本書 馬上有這個什麼 接得起來的人 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那如果在這過程裡面呢 你慢慢的能夠去接受 而且去感受到 你是一個有福的人 那秀雲我呢 在過去真的是一個不加自我 然後缺少智慧的人 所以在這個接觸超馬 這個當我在等於是 應該是六年前 因為《超級聖明密碼》 來到台灣 應該是大概有六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在最早初期的時候 就接到書 可是當時真的因為生活 應該算還滿平順的 所以就沒有覺得那麼樣的迫切 然後也沒有感受到 這個對在我的生命當中 有什麼至關重要的這樣的一個感受 所以那時候只會就是 儘量去參加太陽勝的老師 來台灣的一些講座課程 那但是在新法這過程裡面呢 就會覺得每天睜開眼睛就忙不完的工作 然後做不完的事情 所以都覺得等我有空再做 有空再做 然後就這樣一天一天就過去了 然後什麼都沒做 那真的很感恩宇宙天地 在兩年前的時候呢 又賜給我一個機率 然後讓我有這樣子一個機會 真的好好的來體驗《超級聖明密碼》 在我生命當中的一個 老師常常講我們不講玄學 但是用科學來驗證 所以讓我有一個機會 然後真的來驗證 那就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開始去真的比較認真的去做西法的過程的時候 真的真的很感恩 為什麼在《超級聖明密碼》的系統裡面呢 修行法門千千萬萬 可是《超級聖明密碼》的這個法門 真的是非常簡單的宇宙大法 因為它沒有太多的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或是這個制約 然後或者是要做什麼 那你就是非常的簡易 但是呢 它難就難在你如何的堅持 那所以我覺得呢 今天真的非常感恩 有這個機會 然後來到盧州這個經營會 因為每一次在這個直播 或是在很多群組看到這個照片啊 然後或是什麼 我都覺得的話 在《超級聖明密碼》裡面的系統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我非常敬佩的這個 應該講家人 然後我也稱他們是我的這個學長姐 雖然我這個接觸的時間比較長 但是呢 投入的時間很短 好不多 那個新啊 全新 所以今天我很覺得很開心是有這個機會可以來 然後一個是可以這個看到 然後也可以學習這個我的這個什麼 學長姐之二 一個就是這個洛華姐 然後一個就是美助姐 我常常看到他們從接觸 然後就非常的發心認真 然後非常精進的在草碼裡面 然後真的也讓我去看到他們的這個實證 那所以就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呢 我自己 我覺得最好提升自己能量的一個方式 就是不斷的去參加基因會 然後不斷的去參加導師的講座 這是最快速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今天坐在這邊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能量就不自主的 一直提升起來 然後你那個心中的喜悅就會不自主的 你會發現坐在這裡的每一個 你會發現這不自主的會笑起來 不笑都很難 然後等一下出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今天真的是收穫滿滿 然後就覺得今天真的是非常喜樂豐盛的一天 所以提升能量最好的方式就是參與經營會 那尤其是獨州的經營會 我就看到那個每一個人的能量場也滿好 我就覺得這好像就是一個吸引力法則 好的一個強大的一個能量場 所以你知道來這邊的話 是像我們每個人就像那個 那個木材燃燒的原理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星星之火的話 你自己一個人在家裡或是在旁邊燒 可能燒到一下下那個星星之火都不見了 可是如果你可以跟火堆一起的話 就像那個獨州基因會 一起燃燒的話 你就會有熊熊旺盛的火片 然後一直持續不斷 所以在這過程裡面 真的就是參與基因會最好的方式 就是提升自己的那個能量 那也透過超級生命力法的學習 讓我最大的收穫 第一個是透遊行法 它讓我學會如何去反觀製造 我這樣聲音應該夠大吧 夠喔 夠喔 好 要不要講 好 那所以透遊行法呢 它讓我學會了 真的第一個就是先學會反觀製造 因為在平常的生活裡面 我們真的都忽略了 然後也真的都沒有讓自己 有機會去灌照自己的內心 因為我們每一天真的就像陀螺一樣 在綁著我們世俗紅塵裡面 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機會讓自己沉浸下來 然後好好的去反觀製造自己的內心 然後去審視自己的一些 在行住坐牧間的一些 這些細微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因為透遊地止規的 這個學習的過前面 才讓自己去從裡面去發現到 自己的不足還有缺失 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有自以為是或者是積非成事的 這些想法 總覺得別人這樣可以 我這樣應該也沒問題啊 然後簡單講 就像以前過馬路的時候 夜深人靜或是在那個比較偏 就是比較少車輛的這個巷道的時候 那個紅綠燈幾乎都沒在管的 就覺得左右看看沒車就給它走過去了有沒有 覺得反正現在沒車啊 可是學完地止規之後就發現真的 我們做人行真的就是不管有沒有人在 或不管有沒有我們自己都要怎麼樣 自己去守這個天地之法 所以就在這過程裡面 就讓自己看到很多的這個不足 還需要被修正的地方 所以就會發現說 以前我覺得修行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是總以為要剃光頭 然後要吃災 念佛 念經 那個才叫修行 可是來到超馬之後才發現原來修行 就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中 你如何有這樣的一個就是心量 然後真的能夠實時 不管是就是順盡人家對我們好 要感恩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如何真的就像講的是 進入超級生命迷茫之後的學習 過去我覺得愛與感恩你會覺得這個不足為道 我就覺得這個我們不是應該每天都在做的嗎 這沒有什麼啊 可是學習完之後才發現 事實上在超級生命迷茫裡面 學習的愛與感恩是有深度的 是有寬度的 好 那我感恩是你怎麼樣讓自己 那我感恩的能量是從內心 就像有一個章節裡面他提到就是要感恩那個源頭 就是感恩那個源頭 然後讓你真的就是那種不同的感恩啊 好 那對於逆境過去 我會覺得別人對我不好 還要感恩 我覺得為什麼 我無法理解 然後我也覺得怎麼可能做到 可是真的在我做完心法的過程裡面 他真的自然而然的能量提升以後 你真的可以做到耶 所以在我的生活當中 就有一個非常實際的例子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去簡短講就是在我先生跟他的 就是兄弟之間 因為我多生了四個兒子沒有女兒 那我先生是長子 那當時就是因為在十多年前 因為就是我們的環境問題 所以我先生就是必須到中國大陸去發展 那在這樣過程裡面呢 當時我們家的就是小書 第2個小書 我有3個小書 第2個小書 因為他當時在台灣就是工作各方面 都不是這麼如意 那所以就想說一方面 在大陸也需要有一個長期在那邊看管 幫我們協助我們管理的人 二方面也給他一個機會 所以就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就跟著 先生就帶著小書到大陸去發展 那當然真的很感恩周天機 但是過程裡面也發展得算順利 那當然加上先生也非常的努力 可是呢真的就是 因為有一次公司辦旅遊的時候 我隨著先生到大陸去 那在經由先生的同意之下 我就看了一下公司的財務 然後裡面就發生一些問題 可是呢當我離開之後就不得了了 我小書就跟我先生翻桌子 然後就大吵 然後到最後呢是拿刀想想 甚至於他把我先生從宿舍裡面趕出來 然後到最後呢就是 接下來就是吵納不斷 不斷 然後在這過程裡面呢 到我曾經因為這樣的一個恐懼 然後曾經打過電話 尋求家暴中心協助 那最後呢 我們也在這樣的一個 不堪其擾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一家四口就暫時先搬離我們家 以前我也是住三重 所以就搬到台北去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到最後是公公婆婆的要求之下 先生也把公司給了小書 然後錢也被小書都拿走了 然後就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先生是從零開始這樣子 那在這樣的過程 然後到最後小書 他在大陸的婚姻也不好 所以最後就是留下了小孩 那在活活的堅持之下 覺得他是我們張姓的這個子孫 所以一定要帶回台灣 那到一年之後 小書的這個也經營不散 所以大陸的公司也收掉 也回到台灣 然後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工作 那他的小孩也是就是婆婆在幫他帶 可是婆婆也沒有任何的經濟能力 就這樣的過程裡面 他回來的過程就整天酗酒 然後酗酒完就就是大鬧 鬧得我們天翻地覆這樣子 然後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呢 真的是了無出奇 那我心中不是 我心中應該講沒有恨 但是你說沒有怨應該 應該就是我覺得還是有 就是我看到那個小孩的時候 他叫我沒有辦法去愛他 對我就會引起很多的這種 反正我就不想理他就對了啦 可是你知道我在做心法的過程 真的有一天做的過程 欸我竟然用我的小書開始懺悔 然後呢懺悔什麼是 在這過程裡面 因為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裡面 太陽色的導師要我們做到 就是要去我對不對 然後還要放下我之 所以在那過程裡面 我開始去感受到的是 第一個是 欸我們很多時候為什麼會不開心 為什麼會生氣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怨恨 就是因為我們都是以我為中心 只有想到自己要的利益 只有想到自己要的好 可是我們卻忽略了別人的付出 所以在那過程沒有開始 對小書去懺悔 我跟他懺悔的是 我忘了感恩他在先生 到大陸去發展的過程 需要人手的時候 他一個人在大陸幫我們去看管那個工廠 然後身為家人的我們 我們忘了去關心他 只有去想到我們給他 是我們給他機會 但是我們卻忘了他也在幫我們 所以我忘了感恩他 我跟他懺悔我也感恩他 然後我也對那個小孩去懺悔 是我跟他講的是 對不起我的氣度太小了 我竟然在這個孩子這麼小的過程裡面 他需要母愛的過程 我卻這麼吝嗇這麼氣量這麼小的 沒有不願意給他 我沒有辦法去彌補他所欠缺的這個母愛 然後所以我跟那個孩子唱歌 就這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的時候 當我這個心發作完 我發現我的心也被療癒了 然後接下來換的是滿滿的能量 然後我開始轉換 我開始把他們重新當家人去關心他們 所以當我在回到婆家的時候 我就會去跟婆婆詢問我小叔 他現在的境況 然後我也會開始跟我先生去 去這個協商怎麼樣去讓這個 至少就失去母愛 雖然有婆婆在帶他 可是因為婆婆畢竟年紀比較長 然後也比較不懂得怎麼去教育他 那所以也去就是就是斜尋 就是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管道 或什麼可以去迷糊這個孩子的 教育上的這個不足 然後在過年的時候也會想到 是不是要帶他去買新衣啊 然後就是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 那我就想到的是 我自己有兩個兒子我沒有女兒 那我媽媽常常都跟我講說 沒有女兒的媽媽很可憐欸 那我就回我媽媽說 可是有三個兒子的媽媽會更辛苦 然後呢 可是我這時候就想 我為什麼不能把他當作是我的女兒呢 來照顧他 來看待他 然後呢這樣是不是可以彼此都可以很圓滿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非常感恩宇宙天地非常感恩太陽深的導師 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學習的機會 他讓我整個真的是有了這個去內觀自行的一個機會 然後去找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然後接著可以去補足自己的能量的過程 可以去轉念 接著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有所轉變 而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面也因為這樣 我也放下很多的我值 因為就有一天也是在做心法的過程 就有個聲音突然問自己是 為什麼我這個我值這麼重 這個我值這麼重 到底對別人對自己有什麼好處 答案是沒有的 既然沒有為什麼要這麼堅持 所以就在那過程裡面 我開始去讓自己有彈性 開始讓自己變柔軟 然後就發現跟先生之間的相處也變得更好 然後所以在從去年到今年過程裡面呢 幾乎就是我們有很多一起出遊的機會 然後在這過程裡面呢 真的也就是彼此之間的那種 那種愛是不一樣的 就是會去提升 然後就會覺得真的 在導師的這個女人話裡面有講到 就是你都會隨時隨地都要去想到 都要去感恩我們的另外一半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 聽底下沒有什麼所謂的理所當然 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要對你好 沒有 也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應該為我們所用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真的是讓自己淼淼感恩的過程 就讓自己淼淼都是喜樂豐盛的 然後跟孩子之間的這個關係 真的也都變得更好 那在生活上的很多小缺席也就不用講了 這個時時暢頌感恩式聚記的時候 你會發現停車位很容易早 然後那很多事情也變得很順利 搭車什麼很多事情就是 好像都幫你接軌了 然後都很順利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些很多的事情 真的都需要自己去實證 然後自己去落實 導師要我們的實修的這個部分 當你去做了之後 那真的還有一個就我剛剛講要堅持 不要去看到是說 你不要去計較說你現在做了多少 可是好像你所想要得到的 還沒有去實現 因為宇宙天地老師有講嘛 宇宙天地的算盤 它播一顆 我們在人世間是不是就要播了千千萬萬 播了很多年對不對 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宇宙天地的算盤 它的計算遠超過我們這個小小的腦袋 所以現在我們所想要祈求的 可能不是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現在祈求的是我們想要的 但是有沒有可能是我們最需要的 不一定喔 但是宇宙天地它已經幫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當你現在在落實的過程裡面 你所得到的是宇宙天地給你 你現在最需要的 但是只要你堅持 慢慢的你就會去獲得到你想要的 所以在這裡真的很感謝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然後也在此祝福大家 接下來每一天 透由超級生命密碼的時修時裂 然後也藉由經營會的共振的過程裡面 每一個人每一天都是喜樂豐盛的 那我非常謝謝洛華姐 非常謝謝美豬姐 非常謝謝超馬的每一個家人 讓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裡跟你們學習共振 謝謝 好感動喔 真的然後你看因為時修時練 那個心就是從這麼糾結到現在 然後跟你看其實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老公也在看著我們 婆婆也在看著我們 所有的親朋好友都在看著我們 而且我們自己的心被療癒了以後 那才是不需要我們去原諒誰 我們在原諒我們自己 對 最難過的就是我們自己這一顆心 對 所以 不好意思 剛剛講到這個 最後我要真的是 為什麼讓自己有 就像講了這個你的觀念 邏輯觀念通了之後 事實上很多的事情 真的就會變得很簡單 那我就是在有一次參加基因會的時候 聽到惠亞姐她講了這麼一句話 她說她修行了26年 一直在苦學一個答案 可是通過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的學習之後 讓她找到這個答案就是人生為何而來 那她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裡面找到這個答案就是 人生為圓滿而來 然後為圓榮而來因圓滿而去 所以在導師的超級因果這個密碼這一本書裡面 是不是如果我們講的 因果是天地的真理對不對 天地的地律嘛 所以如果你因果存在的話 今天我們生活所有你現在所面對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過去我們生生世世所累積 所種下的因 今天所結的果 如果這個果不是你所想要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果是苦的是不好的 那你如何去結這個果 是從超級生命密碼系統裡面就有這個方法 對不對 那只要你願意去做了之後 在今生把它圓滿了 那我們的靈魂記憶體就不會帶到生生世世 你接下來的生生世世就可以非常的圓滿 就可以非常喜樂豐盛 如果這個道理理通了 那人生如新 我們就在今生的這個春秋大戲裡面 去扮好 扮演好我們每一個角色 當每一個角色都扮演好的時候 你的人生也就圓滿了 你的生生世世也就圓滿了 所以不要忘記喔 這禮拜六的晚上 是這禮拜六嗎 這禮拜六的晚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課程 就是我們曹盛的導師要親自主講的 好 修行密集喔 好 沒有 修行密集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課程 是打通我們的任督二脈 打通我們的一個什麼 邏輯觀 所以這個邏輯觀你通了之後 然後接下來真的你會這個叫什麼 一日千里 好 謝謝 這招圓滿老師最新來的這首歌 圓圓圓圓 圓滿我們所有的音樂 我們來到這輩子 我們就圓滿我們所有的功課 來 因為今天的分享實在是太精彩了 好多的 然後我再來要請我賣幾廟 廟 廟金喔 廟金他從兩個月了喔 他不到喔 然後我那天邀他來慶會的時候 他就是病癲癲的 戴著口罩 戴著這個帽子 老婆 柔柔 啊 我們沒有意義喔 你看到現在完全變了一個人 一個多月而已喔 來分享說 你現在幫我分享你跟女兒的改變 來 來 老師好 然後全球加碼大人 我們全球加碼家人 大家好 蔡周比正 大家好 我是廟金 我今天分享的是 8月26號那一天 我面對面對跟老師就是提了問題 那老師 我問了老師說 老師為什麼我45歲以後的我 人生過得這麼不順遂 然後波折一波又一波 我就跟他說了 女兒先叛逆 然後先生外遇 接著到三年後我的乳愛開導 然後又入法 到現在就在酒化來 那我心中百般的無畏法庭 我沒有解 我不問老師這個問題 老師就跟我講說 嗯 因為我來排排操馬 那時候剛剛一個月 滿月的 他問我說第一句話說 你沒有完全相信跟我說 我說對 我說對 然後他又記得跟我講說 嗯 有時想無時 末奈 無時享有時 如法思休 對 然後你會見到一道曙光 其實我當下 他當下講我 我其實我的未來有 我的未來有希望 對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跟我女人之間有關係 嗯 應該是我一直以來心中的痛 對 就像在七年前 就像電影情節一樣 我女兒離假了 對 那其實小的時候 其實 嗯 他其實動作就是非常滿 那當Mover我又個性很激 那就很機遇想把他完成很多事情 就一手包辦 那當時的心就覺得寒冷 非常的冷 好像一直在為止 真的假不住 對 然後每次就是上臉的 嗯 氣氛非常不好 然後就是嗯 女兒也不開心 我也不開心 然後一直以來他 他同董事 他就嗯 一直在跟我講這件事情 媽媽 我很醜 我很醜 一直以來到了他的國小幼稚園 幼稚園國小 國中到高中 也就有這個問題 相對而來他的人際關係上也出個問題 那我也 因為這樣我知道是 嗯 沒仔細 那我找了感覺統合 相關的一些 嗯 幫他 幫他治療 包括光次基金會 心理思訊師 包括學校老師 輔導老師 其實一直沒什麼大的改善 那在他 嗯 應該是國三到高升高一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直想說 那那麼 他們那麼對自己的刺繫 然後我就帶他去做了一個手術 就雙眼皮 那雙眼皮手術真的人就變漂亮了 真的 那漂亮的當下隱藏的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他迷上了網路 就老實講的大魔王 跟電視是一樣的 然後交了一些朋友 嗯 從那一刻起 就我印如往常的就是在他 在他上下課 那他也 嗯 那一天的晚上 我竟然在他下課 在他的主動 他竟然連接到他不見了 就不見了 那心裡很焦急的媽媽 就聯絡到學校老師 看了監視器 他跟著一個男同學 離開了不是學校的學生 那我朋友先生 我才知道說 死態很嚴重 怎麼辦 那經過警察的包容也被要24小時 才能去備案 那一天晚上我還記得是 嗯 我只要他一直很擔心他的去處 因為從小到大我一直呵護他 保護他 就是不希望他離開我的身邊 我很擔心他 嗯 從西門町塔常去的地方 然後一直到火車站 然後我記得當下我是拿著照片 然後就一間一間的 我24小時還開營業的機關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 我先生一直跟我一起找這女兒 始終沒有想問 那我擔心的是 那時候的我其實很擔心 他會不會想不開 那我跟我先生說 如果想不開 我也是希望看得到他 真的非常的擔心 對 然後才知道說 因為經由朋友 朋友的關係 然後去找 才知道說 他去做了一件事情 他跟一堆朋友在一起 吸毒的朋友在一起 我當下真的很錯愕 我女兒怎麼會是這樣子 那經由很多方式 沒辦法 換了不怕他的心 他就是隔了這兩年 他一直有他消息 可是他完全就是 避不見面 我跟我也有 然後到一直到了 他第三年 很多女兒都跟我說 那先算了 你就把他當作是家出去的女兒 你不要一直懷念著他 那當初的我 也是慢慢慢慢就失懷了 到了第三年 我終於浮起了勇氣 我就嘗試著 可能是大媽媽也知道 我自己的不對 對 我嘗試著那種關心的方式 就跟妹妹講說 妹妹 你這幾年在外面 其實媽媽知道很辛苦 那如果說你有什麼事情 你媽媽其實希望你回來 那媽媽的這項門永遠為你而開 那你要記得 有什麼事要回來跟媽媽說 那這幾年 就是只要你女兒有情傷 然後他一個人就是會想到家 想到媽媽就回來 可是到了去年 去年嘛 我化療住院 我化療 他回來照顧我這半年 然後緊接著他又離開了 因為有男朋友又搬出去住 所以這幾年 就是家裡面來來去去 對 到了今年 對 我做化療 然後接觸了老師的操碼 操碼系統 我對著女兒懺悔 我那一天鼓足勇氣 我就跟女兒再說 媽媽真的對你感到非常抱歉 因為這幾年 你在外面受著哭 身心靈受著哭 媽媽一直沒有 以前的媽媽不懂得有關懷跟愛 然後去了解一個心靈感受 我對女兒真的深恨抱歉 那女兒回一帶一句 我說 媽媽你別想那麼多 我沒事了 我已經沒事了 對 然後真的是 嗯 感恩老師 然後女兒那一天 我就拿了兩本的那個 套吉祥秘密拿給她 因為她歷史以來 她其實 她 我對她其實已經有意義 對 然後她也睡不好 我就拿了老師兩本套吉祥 拿給她 我說 你可以輸出一口共的 然後她押了說 她第一天跟我說 媽媽 我覺得好恐怖喔 有人在摸她的頭 在比她的順她的頭皮麻麻的 然後接著第二天 我女兒又睡了一次 她就說 媽媽 我現在的 我現在睡眠狀況非常的好 對 然後我邀了她去 老師12月22號的那個講座 她也一口就答應了 而且要跟男朋友 很有趣 到了隔一個月了 她跟我說 媽媽 我想跟她分手 我想搬回她家裡面住 對 那我很幸運是她要回來了 對 這是我很高興的地方 那也感謝老師說 讓我加了湯 我訂了湯瑪系統 對 雖然說我來的時間沒有很長 那許多人生沒有圓滿的季 我慢慢在圓滿中 老師讓我走了很多 很少的 那我們走了很少的願望路 所以我家路 超級生命令 哪是我憨感性的地方 感恩老師 感恩大家 謝謝 她才來一個多月 她已經圓滿跟公公婆婆 夫家的姐姐 然後自己男家的姐姐 然後跟女兒也越來越好 然後你看 因為她很認真 她真的非常認真 昨天我來她 她就說 我早上就去發書了 她現在就是 真的非常認真在實修實練 因為她本來還告訴我 我不知道我未來還能多久 我跟你講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 我未來還有多久 但是我們可以把握的是什麼 這個當下 把握這個還在呼吸的這個當下 是最重要的 好 那再來 欸 沒事 都沒時間了 那個小燕 小燕你來幫我導讀那個幸福跟著來 那個是 一個中間一個主才有的 3個 六叔來跟著畢看一下 二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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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現在導讀二芝酸 七十五頁 好吃肉造成酸性體質 學員提問 我一直喜歡吃肉 而且有高血脂 醫生屬附我 晚餐只能吃些水果 除此 照了幾天後 半夜起來的感覺 胃酸而且有點灼熱感 我並沒有吃得過飽 請問導師 這是怎麼一回事 太陽順德導師姐 做任何事 過於不及都不好 洗完吃肉造成酸性體質 五臟不協調 血脂 血管 心血管疾病都上升 而且人體因為要平衡栓性 骨頭裡的鈣 氏鹼性會主動釋放出 若無法平衡過多的栓性 長期下來 容易造成骨質疏鬆 人體是由 護、火、土、金、水 五種元素所組成 這五大藥素在體內 產生天衣無縫的運行系統 但是只要有一個元素過來 或缺少就會導致其不協調 進而出現大大小小的損壞情況 此時必須先將體內的毒素給排出 例如喝檸檬水 清理身上多餘的油脂 待毒素全部清出 再探究問題就容易了 否則雜質未除 即便吃了中藥的湯藥 其效果也不髒 中醫講究的是達到陰陽平衡 陰陽平衡也就是五行平衡 雜質未清如何平衡呢 目前對你而言 不管肉類吃多 不管肉類小吃或進食 都要吃多量纖維 也就是青菜多吃些 嚴禁零食 蜂蜜醋或益生菌 都漸漸的就會開始由所轉變 按照科學家研究 人體每21天 細胞會有一個新的代謝循環 只要用對方法 身體在自然情況下 會慢慢的做修復 不要小看胃灼熱 很多人因為胃灼熱無法入睡 開始精神不濟 產生精神問題 吃藥控制後導致憂鬱傾向 最後走上不歸入 胃部有灼熱感 沒有太大關係 只要用對方法 將體內的雜質排出 症狀起碼消失一大半 如同身體肥胖人在減肥後 身上的慢性毛病自然就會好轉 是一樣的道理 好感恩 老師一直在講那個檸檬水 真的可以多喝 它是非常景氣的 老師在超級健康密碼也有講到 因為這樣的檸檬很盛產 那請我們那個小燕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看今天的分享的是 我們小燕會越來越美了 而且越來越年輕了 超棒的 來分享 謝謝太陽正聖德老師 以及全球的超馬家人 還有盧州的家人大家好 我是小燕 那我自從4月接到雲傑的療癒痊癒 跟千年之約 那我知道說宇宙天地 可以因為愛與感恩以及懷悔發願 它可以改變生命地圖 我真的好開心 第一個想到的是我媽媽 我趕快就在網路上買了兩本書 一本我自己趕快讀 一本寄給我媽媽 那我媽媽從以前就有在做 就是有虔誠的信仰 所以他每天早上都會 面經回下給我們 所以他因為我爸媽 我爸爸從年輕也是一樣 都是一直在工作 但是不管是經商 或者是在做種植農植物 或是指消六合彩 我全部都玩過 沒有也成功過 所以從有房有地到無房無地 那我媽媽也就是這樣子 所以從來沒有休息過 那目前到現在六十幾歲了 他還是要按鍵寄星 所以我很心疼我媽媽 因為宇宙今天寄給我一個大禮物 就是超級生命密碼 我把這本書送給他 他很有慧根 他也看得很歡喜 然後在沒幾天就把書看完了 然後就跟我講 宇宙好漂亮 天地給我看到萬物景象 很像圖世界美圖真的好棒好棒 那那個媽媽一開始他也不懂心法 他只懂得念感恩詩句記 那每天就是感恩詩句記 感恩懺悔以及不好意思 他不會懺悔的 是每天聽感恩詩句記 然後聽弟子歸 然後開始覺得你沒有那麼苦 然後也感恩爸爸的一切 然後他開始就是對我爸爸做感恩 然後開始他覺得我爸爸以前很會念他 變得不會念他 他就生活覺得過得越來越圓融 然後他曾經在一個那個 在今年7月的時候 我爸爸跟人家車上有發現小問題 然後他就對方 是對方的錯 他要來付維修款 可是一直都沒有來 那我那一天我媽媽8月9號那一天 就來我這邊 然後來學如何就是做新版 回去下午回去 馬上打電話回來 對方來付錢了耶 真的耶 那一天做完新版 對方馬上來付錢 他不然原本這筆錢是他來付出的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還一直在擔心就是說 他要付出家裡所有的支付 所有的費用 但是我爸爸把他那唯一的資產 拿出來買款全部買股票 用融資的方式來玩 他心裡好擔憂喔 然後那一天8月26號參加老師副主的課 他就說參加副主課回去沒幾天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那天夢到老師跟我近距離在明以淡 跟我說了過了一段夢境 他說這段夢境呢是老師對著我兒子說 來小朋友你跟誰來啊 然後我兒子就說我是跟媽媽啊 還有跟外婆一起來 然後老師就問啊那你的阿嬤有沒有來 他說有有有我媽媽就說我在這兒 我在這兒 然後老師就看著他就說 喔你怎麼這麼活潑啊 這麼有智慧 三代同堂都來耶 很好很好 我媽媽就說我沒有讀什麼書 我只跟女兒來學 那我我都有嗯做念感恩師劇劇 都有看到光 然後也看到風景好美 但是我就是心中有一個有一個心裡的擔憂 老師跟他講一切都會圓滿的 你只要有做心法嗎 我媽媽說有有有那你這如法實修 我媽媽就聽了啊 連在夢中老師都跟他去問A 結果過一個禮拜之後 我打電話有媽媽媽媽說 爸爸跟我講他不玩股票了 心中的那個擔憂放下來了 我覺得我媽媽真的是他 因為他很有感恩的心 每天對著天空說感恩太陽 感恩宇宙感恩天地 所以我真的好感恩 所以他得到了這樣的祝福 我真的很替他開心 那我自己呢 接到這本書之後 我有我以前就是沒有接到書這本書之前 我是一個愛生氣 愛計較愛抱怨 每天呢就對著我的孩子 這樣子不斷的用情緒管理他們 所以我的兒子他跟我一樣 愛計較愛生氣 然後跟妹妹呢總是吵架 然後吵架之後就會被嚴格的處罰 那在這個陰影之下 他開始每天做噩夢 磨牙 然後 然後那個 甚至全打在夢中裡面全打腳踢 然後也尿床 一個晚上很多次 那我尋找很多方法都沒有辦法 那接觸超馬之後他對我的超馬也非常有 有一直想要了解我在做什麼 所以呢他七月份開始跟我一起做心法 也開始與超馬共等 之後呢 他睡超馬之後 他的一些之前的全打腳踢 我沒有再發生 也沒有再說夢話 在這心中他平靜了很多 然後而且呢這小孩子做心法比我們還真 因為他看到的景比我還多 那當然我曾經說過他第一次看到的太陽心法 給他看到是一片餅乾的世界 然後第二次一個禮拜後給他看到的是一片綠草 綠草雲有風吹有草意有花朵 第三次在8月26號之前的兩天他說 他看到宇宙給他一個藍色的光跟紅色的光 那中間像一顆蛋一樣 然後打開之後有一個做的觀世音菩薩寫線給他看 我說哇你真的是 但是小孩子的真心可以太陽公公給你的恩典 是這麼的大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也在超馬當中呢 過去的我總是用情緒在管理我的孩子 那透過超馬慢慢知道說 其實在進入超馬最重要的是你敢變自我 去我 然後過去我曾經一直覺得我 我在照顧小孩子都是我一個人在照顧 我的不管我如何如何對待小孩子 我先生完全全然不足不管 而且就是只看他的電腦 所以我每天很無助很無奈一直抱怨 才能皮膚我心中的一個紓解的方式 一直到慢慢的我發現到我胸部有在 有就是有在疼痛 那這疼痛越來越劇烈 越來越長久 這時候真的 我的貴人就是我說的雲姐 他拿了這本書給我看的療癒痊癒 裡面有說到療癒就像遠遠不斷的泉水 然後這股泉水就可以讓你可以天天擦頭香 天天越來越幸福 所以我開始在在這部分開始實修實練 潛修一二三 那當然這季節當中從我的我的我的先生最先看得到 就是說他原本都是都是在玩電腦的 然後都不願意出門 他現在跟我講我們去健身房運動第一點 第二個他他原本跟我婆婆三月份冷戰 到現在連半年都不願意見他媽媽 也不願意先去跟他吃飯 最近都說我們去樓下看看他好了 然後第三呢原本在家裡我管小孩子 他就完全不管他心會主動來管理我的孩子 甚至管教我心裡寬鬆了很多 所以在這抄馬當中呢 我的媽媽改變了 我的先生改變了 我的孩子改變了 我還空間還很大 可是我也覺得我好像不錯啦 可是你知道嗎 這一兩天我先生不斷的在我身邊跟我講 你的行為舉止你要注意 你是修行人 你在修理自己 然後把這個點都放得越來越大 而且甚至就是在諷刺我 一直在旁邊跟我講 你如果到了這個系統 沒有把好習慣學回來 是惡行 你連經歷都別想去 這一頭敲醒我 我馬上回到房間裡懺悔 真的我已經進來五個月了 我的習性總是在進當中我就發了起來 沒有手衣 啊我的先生像24小時監視器 那個監視的人 我一定要好好的 好好的做好自己 因為我回去懺悔 懺悔我對這個系統 對老師對所有的人我做的不好 所以我先生在那邊提醒我 那我做完之後我突然好感動我的先生 因為謝謝他提醒我 知道說我這一個點其他人都好了 我就治理自己還不好那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在這當中呢 就感恩他這種心境好好 現在整個心情好了起來 我就是在這裡要跟大家說 真的你要有感恩 有感恩才有愛 會發現我的孩子有變的好可愛 他們聽弟子歸 就是落實在生活當中 出責病不好意思 就是在弟子歸裡面呢 我們落實了有幾點 我覺得他們做的都還不錯 就是早上起來會打招 回來會跟我們說 會跟我們問早 或者是睡覺會晚安 然後吃飯的時候呢 一定是等到大家都一起到齊了 然後爸爸先 爸爸開動之後 開始夾菜到我們的碗裡面 然後我給他們任何東西吃 他一定都說謝謝媽媽 謝謝媽媽 我就覺得小孩子越可愛越可愛 那就當然自己就一定要 把心放柔軟 當你柔軟的時候 孩子對你也是柔軟的 就這樣跟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 好 超級無敵棒 好 那最後那個麥克風 你幫我們再分享一下下 昨天你去生活老師的課回來 就馬上寫心得囉 真乖 呵呵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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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若嬌姐好 女書姐好 秀雲姐好 然後各位嘉然大家好 好 其實我的分享不是很正面啦 因為我最近這段時間就是 當然對啊我也不知道 這是不該分享這樣子 沒關係我就說一下 因為最近我有一些能量的問題 就是還在調適當中 我也不知道說為什麼能量會 這一個半會突然之間會下降這麼多 然後在這段時間其實我陸陸續續有去法術 然後今後我是沒有少參加過 可是 對 南亞是有上來的 可是就明明這種感覺是 還有一點 某些地方不一樣 你知道 就少了一些不知道什麼東西 結果我昨天聽老師講說 就是說寫心得的重要性 其實老師之前已經講過很多次 其實昨天又聽到一個更深的體悟是說 你寫心得就是在每天的墓當中 然後你再寫天再看 那越寫會越明 然後天地就會 就是你到最後就是跟天地 源頭會解通 然後就是不求自得這樣子 那這一段時間 因為我正好這一個半月 我就是聽著寫心得 然後想到是不是就缺了這一塊這樣 然後就當下很懺悔你知道嗎 然後就 寫心得的時候懺悔就是 那就是告訴自己說 從現在開始就是心台上的天性 對 這是我這邊的題目這樣子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你之前比較在意的那個業績 現在都還蠻OK的嗎 對 都順順的一直進來這樣子 就是經濟方面是OK 就是自己感覺自己能量長沒有上來 對啊 就不知道 而且前一陣子不是一直在下雨嗎 然後就是要發速就是要出去 然後又踏下雨然後又不敢出去這樣子 那你就是剛剛那個抽到牌卡是怎麼樣 不要等別人 哈哈哈哈 起出門啊 對啊對啊 真的啊其實自己 你只要能量長一滴喔 我都是幾本書背著就出去了 像我昨天下我去發了三箱 發完能量滿滿的 遇到好多人真的其實 真的還很多人沒拿過書耶 那一代的阿嬤最好啊 然後就推車然後就推這樣拉拉拉 然後我就說欸你幹嘛這樣拉 他就說他那個桿子拉不起來 我就這樣子給他拿起來 他就看我 喔 你怎麼這麼厲害 然後就開始可以這樣推你知道嗎 欸這邊很神奇啊 千年之約你知道我一手拿著千年之約 就有那麼神奇的魔法 然後啊 然後當場我就趕快送給那個阿嬤一本書啊 你看有沒有很神奇 欸只要出門啊 就會遇到很多就是很多不一樣的人 然後遇到一個阿伯啊 他就說我就說 他就說你們這個書在寫什麼 我說我們就是在落實地址規 老師要我們落實地址規 他說他天天看蔡里旭老師的地址規 你聽就說他是進宗學會的 對 然後就是修行非常的好 然後他當下我就跟他說 我們是落實喔 然後他就說哇你們這個很棒 他就當場說他叫他看書 然後把書要送給他的那個 那個親朋好友 就覺得好感動喔 有出門就一定會有收穫 那就是不要再一直困在那裡 什麼天氣不好 什麼心情不好 什麼不好 那個就是我們的負能量 我也會啦 好啦 好啦那不好意思 大哥今天沒有時間讓你分享 那下次下次 我這個大哥 那個 好感恩天地 感恩導師 感恩宣解 感恩美女 感恩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